大家好,我是平头哥 本期手把手教你注册苹果美去ID 不需要改什么,五分钟即可搞定 国内正常网络也可以 资源会放在这篇文章里 地址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注册美去ID 因为它香啊,能下载很多软件 打开苹果手机自带浏览器 搜索苹果官网并进入 点击右上角两条横杠 再点击技术支持 往下滑找到联系我们点进去 在这里搜索苹果ID无法创建 出来的结果往下滑 点击聊天进入 输入你想创建的用户名和邮箱 要记住他们 姓名写拼音 然后点击继续 这里如果你想听语音 聊天就点通知我 文字聊天就点步 进入会有点慢 要有耐心 中途不要退出 这里顺便插播一条内容 有想玩港美股的 但人在国内又没有地方开户的 可以看这里 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开 长桥证券开户有现金奖励 不仅港美股永久免佣 还有平头哥专属现金奖励可以拿 有香港卡的可以开香港长桥 有新加坡卡的开新加坡长桥 福利都是一样 具体细节可以从视频前面的文章里进 有专门的官方服务群对接和交流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回到主题 进来后把你的问题发送过去 我无法创建苹果ID等待他们回复 回复时间有点慢 记得不要退出 他发这个过来后 把你那会创建的用户名和邮箱发过去 如果是问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回答创建过程中出现无法完成你的请求 如果问你有没有苹果新设备 或者有没有其他苹果ID 你回答没有就行 发过去耐心等他回复 他问是不是创建成人账号 你回答是 过了两分钟 回复你说已经好了 然后你可以让他发一下创建ID的链接 也可以自己去搜索苹果官网进入创建 进来后输入那会的名字 国家地区就选中国大陆 出生日期大于18岁就行 下面就是邮箱 创建一个密码 包含大小写字母和数字组合 最少八位数 输入一个国内手机号 打勾 输入验证码并继续 填写邮箱验证码 填写手机验证码 一个国区ID就创建完成 接下来将它改为美区账号 点击上面的倒三角形 点击个人信息 国家和地区点击进去 更改国家和地区 这里选择美国 付款方式选信用卡或借记卡 你不绑定卡的话 无法下载软件 支持万事达和Visa 国内发行的也可以 如果你没有 可以来这里办一张万事达虚拟卡 不需要实名没有年管理费 支持支付宝充值 两分钟就能申请一张 详细介绍和申请链接 在这篇文章里 地址就是这个 把信用卡相关信息填写 进入后往下滑 这里需要一个美国地址 你可以用生成器 生成一个最好搞免税周的地址 把相应的地址信息 填入对应的输入框就行 下面打勾拷贝账单地址 然后点击更新 只要个人信息这里的国家和地区 变成美国 说明这个号已经更改成功 现在可以去账号里登陆 然后去商店随心所欲地 下载各种软件了 注意 一部手机不要频繁切换不同ID 不然会有风控风险 就算要切换 建议把IP也换一下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下期见